AFS的話 S來講的話是單次對焦 C的話是連續對焦 NF的話是手動對焦 那因為我們礙於老花的關係 其實我也是老花很厲害 然後我們現在只要播 這邊播NF 我們這邊播NF 它就變手動對焦了 它就變手動對焦了 那你或單播鏡頭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你播了這邊 就不用再去播鏡頭 那我們現在比如說要對這裡 在對這裡的時候 你要去轉焦段 太累了 那它這邊有F 按 強壓就強制對焦了 有沒有這裡 你看喔 我對 鏡頭 強制 OK 這一個等於是 這一個讓你再次確認對焦 對 強制 只要我點到哪 它就會幫我對就對了 比如說我到這裡 沒有你要移動 你看我現在 我想要對這個盒子對不對 但是範圍太小 我邊播轉輪 播到這裡之後 我再去強制 OK 好 兩下 它就放大了 好這邊 就再放大中 我也可以再去做移動 有了 OK 其實是 是還蠻棒的 它好的就是 它可以全 螢幕全觸控 我們去做指定 好 大致上 對焦的部分 就這樣子 看看 好 啊 好 雞 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